台湾第一位露点写真始祖病逝身亡!老有类BO诀别告白让网友都看哭了! 写真即使许多人年轻时很重要的好朋友,但近日却传出台湾写真女星始祖,张宁珍病逝的消息。想年63岁的她,竟是死女。 据说张宁珍张宁珍在去年12月27日的上午,因气喘及心脏病突发而去世,而资深女星龙君儿28日则在脸书贴文中,以调老友张宁珍为题,写下不到百字的道网友心情,并且附上一张两人泛黄合照,来感免已故好友。 龙君儿PO出这张珍藏已久的照片,并留下25年未见,随时都想,反正很近,随时可见,反正很近。 昨晚,乃突然走了,心想,还是很近,随时可见,的叙述来感免她。 张宁珍活跃于台湾影坛的时间大约在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,她并于80年代初期大胆推出全台湾第一本《路点写真集单身女郎双眼床》,当时引起极大风洞,更曾在导演王瞳1984年作品《测马入林》中,扮演性格绝强的村姑弹珠, 被大赞是个好演员,演什么都很自然。 导演王瞳听闻讯息后,深表遗憾,而金智李烈闻去后也发文哀悼,人生如此脆弱,就不说再见了,反正迟早再见。 张宁珍的专业,让导演王瞳对她留有非常深刻的印象,她还说五年前曾在台北车站遇见张宁珍,不过当她跟我打招呼时,我没认出来,我想可能是因为张宁珍脸胖了,不过脸还是很美丽。 张宁珍当年以王瞳的《测马入林》入围金马奖影后,曾在古顶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扮老演妈妈,演技备受肯定。 哎,没想到又一颗星星运落了。 希望张宁珍到了另一个国度,身上的病痛统统会消失哦。 。 , , 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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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,, , ,, ,,,